公元960年 赵黄映陈桥兵叶黄袍加深 成为大宋王朝的开国之军 根据史书的记载 在陈桥兵叶前 主角赵黄映似乎毫不知情 置身置卖 一直表现出一副很委屈很无辜的样子 像是被迫无奈走上地位 那么赵黄映真的无心地位吗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诵时第一步 宋太祖第六集 一斗重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59年6月 周世忠在病重之中仓处安排了后世 规划了后周未来的天下 给他年仅七岁的儿子安排了一个三方辅政的格局 然后无奈地走 在这个福政格局中 赵黄映成为殿前都典节目 掌管军事大权 第二年的正月初四 陈巧兵叶 赵黄映从后周的殿前都典节目 就变成了大宋的开国之军 令人费解释 陈巧兵叶 赵黄映到底是完全被弄这种方法 还是他准备出份 自编自演的这部贺岁大剧呢 虽然赵黄映本人和宋来的史书里 都再三声称 他是激里糊涂地当上皇帝 但是 这次兵叶却一漏重生 他更像这次 巨谋已久 准备周密的闹剧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你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诵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六集 一斗丛生 我讲一讲 陈巧兵变的八大疑点 第一 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 你想想陈巧兵变是怎么发生的 是大年初一突然中间传来个消息 北汉给齐丹要入侵 然后宰相范直给王溥仪商量 叫赵黄映出兵 然后初二 复读点减 慕容颜昭就出发了 初三 赵黄映就出发了 初四 陈巧兵变就发生 他又回来了 到了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巧义 出去转了一圈 这个给人的感觉不是打仗 好像是拉链 把部队拉出去 链了一下 回来就是皇帝了 初五 改的年后 所有的事情办完了 这里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齐丹给北汉到底有没有在显德七年正月入侵后州的问题呢 这是个关键 有没有这件事 现在我们一查文献 觉得这个事情非常诡异 我们现在公认的宋史的比较重要可靠的文献 这个记载的有 但是的话呢 也有一些文献记载的没有 到底有没有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先谈 谈这个问题呢 我们这样来谈 这个赵匡应不是出去拉链的一番回来了吗 那入侵的北汉给其单的军队怎么办 赵匡应出去是为了对付人家入侵的军队 结果到那睡了一觉 披了个黄袍回来了 那么人家入侵的军队你没有打 那怎么办的那些军队 你看文献怎么记载 宋史卷一这样记载 郑州郭重报其单与北汉军结盾 盾就是逃 郑州的军官报告 其单给北汉军队都逃了 没有打他逃了 续自治通鉴长编 卷一这样记载 郑州延其单与北汉军结盾区 两个重要的文献 一个宋史一个长编 都说这个仗没有打 盾区逃了 盾是逃盾的 这就怪了 气势汹汹的来了 一仗没有打 任何成果都没有 最后赵匡应一批黄袍 他们吓跑了 所以第一个疑问就是 北汉给齐单 到底有没有入侵 这是个大问题 但是目前 大家的看法是两派 一派认为有 一派认为没有 有的人有什么根据 有根据旧五代史 宋史 续自治通鉴长编 齐单国志 这些文献 都记载了这次入侵 都记载了 既然都记载了 我们就要考察一下 这几个重要的文献 他们的资料来源是什么 这在学术界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史源 你的史料的根源是从哪来的 我们先说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 是什么时候修的 北宋初年修的 是宋太祖赵匡应下令修的 你说他怎么写 这是第一个材料 旧五代史 他的记载不可靠 按照赵匡应自己的说法 来修的这个史不可靠 那么宋史给续自治通鉴长编 依据的是什么 依据的是国史 国史是什么时候修的 国史是北宋的第三代皇帝 太宗之子 真宗 那个时候修的 那么国史又是依据了什么 国史依据的是太祖石路 太祖就赵匡应 石路 这个石路呢 就很麻烦了 石路又分旧路和新路 你看怎么会又旧路新路呢 因为赵匡应一朝的这个历史 到他弟弟继位以后 改了两次 他割死了 他弟弟继位了 宋太宗继位了 然后把他割那一朝的历史 改了两次 找手下的史官来写 写完以后要送给他 他要审 他还要改 改了两遍 到他儿子又改了一下 叫新路 到他儿子修的时候 那些老人 老的老 死的死 过了几十年了 一个当事人都不在了 那不要怎么写 怎么写吗 对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 可靠吗 很难讲 史源有问题 七丹国志呢 七丹国志南宋编的 但是南宋人编七丹国志 是根据旧五代史 通建 续字是通建 是根据这些材料写的 而这些材料 本身就不太可靠了 那么根据这些材料 编的七丹国志可靠吗 不可靠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出兵了没有 有人说 这个问题 有问题 那么辽史是怎么记载的了 汉人写的这个历史不可靠了 辽国辽人写的 辽史怎么记载的 辽史可以不忌讳这个事 辽史应当说相对来说比较可靠 因为辽史是 其他人写的 他完全不得考虑 这个赵方印是不是偷人家东西了 他不考虑这个问题 辽史的《牧宗记》记载 在赵方印发动陈桥兵变这段时间 辽国出了一个惊天大案 什么大案呢 王子谋反 先是谋反 然后是被发掘 然后是被平定 然后是下狱来审查 然后是审查结束以后 祭拜天地 祭拜祖宗 要向老天给老祖宗去汇报这个事 忙得一塌糊涂 别说他来出兵打后洲了 你给他一块地叫他来看看 他都说没时间 忙得一塌糊涂 自己还忙不过来了 人家家里出点事 管都没管 辽史根本没有记载 出兵后洲的事情 所以后人对这个事情有疑问 那么疑问就判断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有两种看法 一个说 这肯定是边疆谎暴军情了 谎暴军情了 但是后来一查部队啊 是从哪来的紧急军情呢 是郑州 定州 郑州给定州的首将 不是赵邦印一派的人 他们不可能配合赵邦印 你要发动政变 我就来给你报契丹入侵 然后你领兵出来 一拉链回去 转一圈 四十里地啊 现在从开封 到那个陈敲义 只有四十里地 那个地方 现在还有一个纪念的 碑在那立着了 那么就这么四十里地的 来回就八十里地 你想这么一个场面 根本就没有往北边走 所以人们认为这件事情 是不是黄暴军情 因为他的首将 给赵邦印不是一派的 而且这些首将 在赵邦印当了皇帝以后 这些两个首将表现不好 郑州的首将 经常是感念周世宗 对他们的恩怨 经常是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哭仙代的皇帝 你肯定给老赵不一心的 是吧 定州的首将来就更糟糕了 定州好像 首将后来发动 歧途谋反的事 所以说 郑州给定州 有谎暴军情 不太可能 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 比较精密的逻辑思维 边疆的首将没有谎暴军情 不等于说 没有其他人谎暴军情了 听明白了吧 两个首将不是老赵家一派的人 他们不会配合赵邦印的兵变 谎暴军情 让赵邦印把军队带出来 但是 赵邦印有办法 从其他途径上 闹出一份紧急军情来 这叫什么呢 没有困难 制造困难也要上 你必须制造一个困难 制造一个出兵的机会 把军队拉出来 你在京城里不行 京城调兵权在韩通手里边 世卫思又跟殿前四两方 是基本上势均力敌 你的京城不好办 把军队带出来就好办了 怎么带兵了 必须要有人报 你不报 那我找人报 所以 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 齐当给北汉入侵这件事 是虚造的 虚构的 假的 人家根本没有出兵 赵区应制造了困难 然后在迎难而上 把事情就解决了 是这么回事 那就 跟着就产生了再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要谎报军情 很简单 第一 在京城 殿前司给世卫司兵力相当 他无法发动 政变 没有办法 他力量达不到 第二 调军权在韩通手里边 只有外敌入侵 朝廷决定出兵 他才能把军队带出来 一旦军队带出来 就归他控制了 所以 北汉和齐当的入侵 就这么样应运而生了 所以赵凤英也够聪明的 第二个疑问是兵力部署 这个兵力部署也有问题 这兵力部署中间 有两个问题 在赵凤英发动 陈敲兵变之前 头一年 就在显得六年 首先派了一个叫 韩令昆的人 这个是 韩令昆的是赵凤英的发小 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他是世卫司的 派他先领兵巡边 就是带领军队到河北去了 因为河北对河南 影响太大 不属 非常有意思 等到后来论功行赏的时候 这两个没有参加政变的人 得到的是最大的识会 陈敲兵院以后 赵凤英当皇帝了 殿前司的杜典剪他不当了 让给二把手慕容燕昭等了 世卫司的那个总指挥 原来是李重进 安排给韩令昆的 是他的从小的发小 一个是他的铁哥们 一个是他的发小 所以你看那个兵力部署中间 他先安排人到河北去 把河北控制住 然后等带军出来的时候 带出来的人是他的一派的人 留在京城把守的 还是他一派的人 守京城的 王沈其师手信 都是他的铁哥们 只有一个韩通 不是他的人 所以我们看兵力部署 也有问题 第三个疑点 流言 陈敲兵院之前 出现的两股流言 就赵光阴还没有出兵 京城中间就传出来一个消息 叫什么呢 出师之遇 策典俭为天子 这个我们讲过 满京城都知道 只有宫中不知道 其他人都知道 这个谣言从何来了 等他一出兵 军中又有一个人 还观天象 这个人说 天上有两个太阳掐件 一个太阳 把另一个太阳给制服了 而且说 此天命也 这是天命 这些东西 到底是偶然出现的 还是一种预谋 怎么会出现 这么准确的 这个流言呢 谁在中间 造这个舆论的呢 这是第三个疑问 第四 醉酒问题 整个陈敲兵变的过程 大概是分这么几步 第一步 将士商议 第二 将士们汇报给当时的都牙役 李初云 这是第二步 李初云汇报给赵匡胤的弟弟 赵匡义 李初云给赵匡义两个人 汇报给长书记赵普 最后是赵普一锤定音 等赵普定了音 赵普应当去通知 都点减赵匡义的 赵匡义醉了 不能管事 醉了 醉了 史书的原话叫 太祖醉卧出不息 赵匡义是领兵打仗一辈子的人 非常能打仗 一个能打仗 能争善战的将领 你知道他有多精明 这种会打仗的将领 基本上是一只眼睁着 一只眼闭着身上的 他竟然在大战前夜 发动政变 这么一个大事件的前夜 事变的前夜 军中的骚动 他一无所知 流言四起 他毫无觉察 他手下的人 什么都安排妥当了 他还在那 轰轰大睡 这只能说明一点 赵匡义 是无心喝醉酒 有心装醉人 而且罪的境界很高 是该醉就醉 该醒就醒 太完美了 让人感觉怎么样 不可信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奖谈栏 在赵匡义 陈桥兵典中 最让人想不到的 就是登基前 汉林学士承指 桃谷准备的 扇尾诏书了 如果说赵匡义 事先没有预谋 为什么桃谷当场 会拿出扇尾诏书呢 第五大疑点 黄袍和扇尾诏书 赵黄印是第二天早上一醒 等他一醒过来 就发现气氛不对 将士们一拥而上 拿出一件黄袍 嘻里哗啦给他穿上了 然后将士们跪下来 就喊万岁 这黄袍 当然我们在今天 大家不太理解 现在你做个黄袍 随便穿 比如说你在家穿 你到外面穿 也没人管你 但是在古代 在帝国制度下 别说黄袍 黄颜色不允许 老百姓私藏 皇帝要给你黄马褂 那至高无上的荣耀啦 马褂才多大一点面积啦 比如说你袍子啦 所以当年如果 比如说穿黄袍啦 你敢藏个黄袍 灭族之罪 赵荒印竟然在室友着中间 突然中间就冒出了个黄袍 大家相信吗 反正我不信 反正我不信 所以后来名人 有一个叫岳正的名人 写了一首诗 写了特有 只有四句 仓促陈桥事变时 都知不遇孔难辞 黄袍不是寻常物 谁信君中奥 当年说黄袍这个东西 在仓促之间 就出现了黄袍 都知道黄袍不是寻常物 谁会相信在中间就那么拉出来就有一件黄袍呢 这不可能的事情啊 只有一个答案 预先准备好了 假如说预先准备好了黄袍 那么你再装罪 谁也不相信啊 如果预先准备好黄袍 再去装罪 那只能说明这是惊天阴谋啊 这是黄袍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善未招书 初次发动政变 然后当天就返回 陈桥义立开封四十里地 大军很快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赵黄印就集合文武大臣 要举行善未大典 要举行大典 这个是一件大事情啊 结果一直等到下午 才把文武百官凑齐了 凑齐以后突然发现 要举行大典呢 没有写好周公帝 柴宗逊的善未招书 没有准备好 没有招书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汉林学士成指陶谷 从秀桶里边一掏 掏出来一个招书 拿起来就念 这个招书来得太诡异了 如果是黄袍来得蹊跷 招书就来得诡异 汉林学士成指是个官名 这个官就是专门给皇帝 起草招书的 陶谷写招书不奇怪 奇怪的是陶谷怎么知道 赵黄印这个时候需要招书呢 而且需要的是善未招书呢 只有两点 第一 有人提前给陶谷说了 陶谷提前把文章写好了 很少有人出口成章 文不加点 这都是鬼话 很难让人相信的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 陶谷猜到了 陶谷要是猜到了 就是知道要发生政变 知道需要一个善未招书 那这个陶谷就太聪明了 这个事 办得虽然很漂亮 但是也让赵黄印很难堪 你看赵黄印 头一天出发的时候 给文武大臣们还是一样的 现在一夜过去了 他成了皇上了 你叫这后周的文武大臣 咋看你赵黄印 而且这个善未招书都准备得这么好 就是赵黄印没有安排 陶谷要是想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赵黄印也觉得 有一点恶心自己了 太完美了 让人不可相信 所以史书记载 太祖圣博旨 太祖圣博旨 赵黄印对这个 为自己精心安排善未招书的 陶谷非常鄙视 非常鄙视 确实这个人需要鄙视一下 如果不鄙视一下 赵黄印就给他划不清界限了 但是鄙视归鄙视 官还是要生的 毕竟陶谷来得太及时了 正需要善未招书了 他怀里掏出来就是一个善未招书 这就是第五个大疑点 第六个 这个事变前后 赵匡印的家人反应 也是一个大疑点 据司马光的速水记文记载 赵匡印大军出发之前 京城里边到处传的一个谣言 我们刚才说过了 就是出军之日 点茧做天子 测点茧做天子 这个话传的到处都是 最后传的赵黄印也知道了 赵黄印当时有点惊慌 然后就跑回家去 给他家里人说 他现在除了宫中 地球人都知道了 外间汹汹如此 江若之河 外面人都知道了 我怎么办呢 他给他家里人说这个话 结果半路里杀出来一个燕国公主 后来的燕国公主 此人就是赵黄印的妹妹 赵黄印的妹妹正在厨房里边做饭 擀面条的 开放人喜欢吃面条 正在那擀面条 听他哥回来的一说 他妹妹面如铁色 这是史书的原话 面如铁色 拿起赶面条 对着赵黄印就是一顿猛锤 边打边骂 下边就是他妹妹骂的原话 大丈夫临大事 可否当自觉胸怀 乃来家间恐怖妇女 何为严 大丈夫这是大男人 主代把丈夫叫男人 把男人做事 你应当自己心里有一个数 你怎么能跑到家里 用这种事来吓得这家里 这些旅流之辈子 所以他妹妹要打 边打边骂 赵黄印的妹妹 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比他哥都镇定 这是一个 再看赵黄印的母亲 他母亲听说了赵黄印 黄袍加身的事以后 有两条文献 记载他母亲的反应 一个是东都市列 记载的 东都市列是南宋人 写的北宋史 这样子 吴子苏有大志 今果然 我这个儿子苏来有大志 今天果然的 今天果然这样的了 所以他母亲 对他的陈桥兵变 一点不感到惊讶 另外 司马光的宿水记文 还有一个记载 跟这版本有点不同 这样说的 我儿平生奇异 人结言当极贵 何忧严 言笑自若 他母亲听说 他黄袍加身的事以后 我儿子平生 就是很奇特的一个人 人们都说他能够极贵 这有什么可忧虑的 谈笑自若 他老娘对赵黄印的 陈桥兵变这个事情 看作是非常正常事情 一点不感到惊讶 这两条记载 引发了名人岳正 我们刚才读过岳正的一首诗 岳正又写了一首诗 这诗写了很漂亮 家母素智而有智 他人缺道地无心 使官奸载飞向武 后世哪知会逃寻 这前两句什么 会逃寻 家母素智而有智 他人缺道地无心 别人都说皇帝没有这个夺位之心 但是他娘素来知道 他有这个志向 这是第六个疑问 这说明赵黄印家里的 上司他母亲 吓到他妹妹 都事先知道 老赵早晚在外面 要闹着点动静来 都知道 家里人都知道 这就怪了 如果赵黄印像陈桥兵变 那么个记载说的那样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他家里他妹妹他娘 怎么会表现得如此淡定 这是第六个疑问 第七 韩通被杀 整个陈桥兵变 唯一被杀的 就是世卫司的那个复读指挥使 韩通 他是周世东临死前安排的 唯一能够调动京城禁军的人 他被杀了 他的调兵非常容易 他得到消息以后 立即回去布置 但是没有回到家 就被杀了 这就很奇怪了 就奇怪的在于 这个韩通怎么那么不幸 史书记载是 他回家的途中 遇到了这个人 这个人就把他 撵着他杀 一直追到他家 回家门没关上人家 破门就把他杀了 然后紧跟着 把他妻子儿女全杀了 这很奇怪 韩通是个武官 这么不经打吗 就一个人追着他打 一个人杀一个人 在冷兵器时代 那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 韩通是最有资格 调兵的人 为什么他会这么快地 被解决掉 而且成为唯一被杀的人 只有一种解释 早有人盯着他了 他这么一动 那么紧跟着就追杀他 只有这一种可能 那就是说 假如有这种可能的话 那就是兵变的消息 传到京城以后 唯一要关注的人 就是韩通 早有人盯着他了 有杀手盯着他了 所以韩通之死是个问题 是个疑问 韩通死了以后 赵黄晏很火 就逮着那个 杀韩通的一个将领 叫王燕生 逮着他 就问了 我不是说过吗 这次不杀人 你为什么把他杀了 就要处理这个王燕生 后来一想 我说过了这次不杀人 所以也不能杀你 王燕生 没有被杀 这是第七大疑问 第八大疑点 叫风生水起 早有大志 赵匡因 发动陈桥兵变这个事情 有三个人 事先看出来了 有三个人 事先看出来了 第一个 是又时宜杨徽之 这个人 最早看出来 而且告诉了周世东柴荣 原话是 以为尚有人望 不易点进兵 说这个人在部队中间 人缘特别好 人缘特别好 就说他很有人 很有号召力 这个人不应当 做进军的最高首领 这个事 周世东没当回事 这是一个人发现的 第二个人叫郑启 郑启这个人 也看出来了 他发现赵匡因 有人望 就人缘特别好 威望特别高 像这样人缘好 威望高的人 千万不能让他掌军权 特别是不能让他独掌军权 他告诉谁了 他告诉宰相范智了 范智不听 范智不听 这是第二个发现的人 第三个发现的人 是韩通的儿子 唯一被杀了不是韩通吗 韩通叫韩成衍 韩成衍的儿子叫韩伟 他也发现赵匡因不简单 告诉他爹 他爹不听 最后他爹死在陈娇兵面之中 可见 想瞒过天下所有的人 不容易 赵黄印的陈娇兵面 在史料中间 基本上做到是天意无缝了 但是仍然 我后来的研究者 在这些史料中间 仍然发现了八大疑问 还有三个 欲先就知道 就怀疑赵黄印 不应当掌握军权 所以这样以来 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既然赵黄印是总策划 总导演 而且是男一号 他为什么要把自己 打扮和设计成一个 毫不知情的角色呢 再一个 这个赵黄印他弟弟 这个赵黄义 是个不起眼的人 既然总导演 总策划都是他哥 为什么史述中间 现在倒是他 表现得很突出的 成为一个事件的 重要参与者的呢 这也是读完史述以后 人们不能不产生的疑问 那么这些问题 请看下集 摆练成真 谢谢大家 在陈桥兵变中 尽管赵黄印被塑造成了一个 置身事外 毫不知情的角色 但仍然掩盖不了历史的真相 陈桥兵变就是赵黄印 及其军事集团 蓄谋已久的一次军事政变 那么赵黄印为什么 非要把自己设计成一个 毫不知情 废逼无奈的角色呢 坚持关注记者节目 王力群独送是第一部 宋太祖第七集 外面成真